在广东湛江有一条守护祖国万家灯火的十里军港 每一个来到湛江的人看到它都会有一种满满的安全感 这个春节在那里值守的官兵是如何度过的 军营春早记者宇阳来到湛江参加了一场军营春晚 一起跟随镜头去感受祖国南端的海风吧 阳光 沙滩 椰子树 这里是广东省湛江市 在海边行走感受海风轻轻吹来 如今这条关海长廊已经成为大家最喜欢的休闲天地 我的对面就是十里军港 因为可以看到对面军港平泊着众多威武的军舰 他们就像守护祖国的勇士捍卫着祖国的万里海江 这里是中国海军的重要港口 也是对外展示我国海军力量的重要窗口 那晚一点我就要去到对面 参加一场有军营特色的青春晚会 听说里面好一位被评为大理双用五朵金花的小姐妹 期待值拉满了 你好 吕哥在吗 哈喽 吕哥你好 是已经在准备了什么 好漂亮今天 感觉是一个女团装 对 我们是跳的一个yes ok 一个女团舞 yes ok 对 准备的怎么样了 准备的比较充分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舞蹈 作为今天的一个演出内容呢 因为其实yes ok 它就是象征着比较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 春晚每年都看 而军营里的春晚我可是第一次见 那这里即将举行的就是2024年海军某舰艇训练中心的春节联欢晚会了 在现场已经有浓浓的年味了 陆陆续续已经官兵们和他们的听手都已经就做了 我马上要找一个位置 来观看演出 晚会节目一彩分成 官兵们结合自己的训练工作生活 为观众带来了小品 说唱 歌曲串烧 舞蹈等精彩的表演 大理剑女剑员们带来的舞蹈 yes ok 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剑员们为此抽空在训练的空隙 准备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顶舞的就是被评为大理双拥五朵金花的旅歌 开始是我跟另一个女孩子 我俩先拍 然后想的是我们先把她学会了 然后再教 其他人这样会快一点 然后我们俩就在我的房间 因为我的房间也比较小 然后我们俩就在动作也放不开 只能记住一个大概 然后有的时候一个浪就拍过来 就是船会晃 然后跳一跳 就是我们有那个跳的动作 然后跳一跳 人就飞到床上去了 知不着而奋进 望远山而立行 亲爱的战友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听大理之声 每日读广播栏目 我是主播吕哥 人声音阅读 吕哥也是大理剑上的广播员 在远航出海时 为了缓解剑员们训练的疲惫 吕哥会收集整合 大家工作生活中的感动瞬间 用声音带给大家以气力 而对于小小的他来说 在训练中也会遇到 让自己头疼的事情 比如 穿戴防火服 因为我们需要把那个氧气瓶 从地上 然后甩过头顶 然后直接就像背书包一样 背到肩上 有时候甩的不够 就直接砸脑门上了 砸脑门很疼 疼啊 硬的 因为在大理剑上当兵 虽然不是大理人 去年吕哥被大理州评为 雍正爱眠金花 他走进云南大理宝中中学 为师生们讲述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壮丽争 他们看得非常开心 然后还给他们看了海军的一个宣传片 就非常震撼 然后在看的时候就哇哇哇 就是哇声一片 然后在结束之后 也有小朋友过来说 说 姐姐我好想成为你这样 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 海军大理剑 弦号553 隶属于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 在去年的一次海上实战化训练中 大理剑发现空中来袭导弹 指挥员果断下令 数枚感染弹 凌空开花 大理剑也随之隐身在茫茫大海中 当时这个隐身画面就引发了关注 大理剑是054A型护卫舰 装备有先进的防空导弹和远程反舰导弹 列庄以来 与其他舰艇组成编队 奔赴相关海域 展开航行状态下的实战化训练 大理剑的蒋一鸣 历经了多型舰艇 多岗位的综合锻炼 从导弹护卫艇 轻型护卫舰 到054A型护卫舰 他眼中的人民海军的发展壮大 是怎样的过程 我们来看记者对他的采访 蒋一鸣是舰员公认的大理剑严职担当 但是大家都说 他这两年憔悴了很多 其他舰艇已经开始形成了战斗力 马上要去执行任务了 那么我们看着他们去执行任务 我们自己心里也痒 我们也想更快地去执行任务 更好的 更快地带领我们的舰员 去驰骋海江 去直面我们的对手 所以说我们自己也憋着一股劲 在训练当中一定要加强训练 强化训练 大理剑新舰员的比例相对较高 蒋一鸣说自己是他们的大哥 与舰员们朝夕相处 看着他们第一次上舰 第一次出海 第一次跟风浪搏斗 在大风浪里航行 第一次实际是有武器 点点滴滴的记忆 都印刻在蒋一鸣的脑海中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海上出海 连续航行九天训练 要午夜之后要去採业 那天是一点多钟我去採业 而且晚上的舰艇是非常安静的 听不到什么声音 只能听到那个机器 发电机 嗡嗡嗡的那种低频的响声 然后我就从各个舱室检查 但走到我们的餐厅的时候 我就听到那个哗哗哗的翻书的声音 听到那个圆周笔喀喀喀的声音 我就进去一看 我们的舰员哗哗坐满了 都在自主地学习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对开门一看 大家都在学习 对 但是我就看人这么多 对吧 其实我们平时 我们也鼓励他们学习 鼓励他们学习 但是我们不要求他们加班 那天因为刚出海回来 大家也很累 那天晚上我是没想到 有这么多人在加班学习的 我进去一看 有一个战士跟我说 我考大学 我都没有这么努力过 当时我就觉得 我们的战士确实是 太可爱了 也是 也是非常的努力 太可爱了 采访开始前 蒋一鸣的爱人打来了电话 他轻轻说了一句 再忙 电话那边也就随即挂了电话 正好自行成立中 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你们习惯了吗 你们常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家属也 也非常的体贴 包括我们战士的家属 他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海军大发展 这么一个紧张的训练工作状态 所以说他们也理解 把我们的后勤工作 后方还是比较安定的 听说你有两个女儿 对 一个三岁 一个七岁 都说女儿是爸爸贴心的小棉袄 那我真是没有感觉到 怎么说 因为我回家时间太短了 我回家时间太短了之后 我每次回去之后 我那个大女儿小女儿 他们就是跟我就不太熟嘛 可能要跟他们玩一段时间 磨合个一个小时 他们才跟我非常的亲 然后马上第二天要走 第二天要走他们又舍不得了 其实我今天还是很难受的 但是没办法 工作执着在这里 责任在这里 这有没有想对他们说的话呀 爸爸永远爱你们 老公永远爱你 海上为家 岸上为客 这个春节 为了让不能回家的官兵们 心里不孤单 海军大理舰 特别筹划组织了 舰艇上的新春活动 我们的记者 也记录下了这些温暖的瞬间 哈喽 哈喽 当大理的海遇到祖国的南海 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我现在在湛江某军港 可以看到现在大理舰上 已经有浓浓的新春氛围了 我身后的这个大红的拱门 就是新春之门 遇着新的希望和开始 而建员们现在正在陆续走过新春之门 他们现在手中拿着的 就是自己写下的心愿卡 所有的建员都会走过新春之门 把心愿卡贴到前面的许愿墙上 寄予新的一年 新的希望 哇 我看到心愿都贴得很高啊 自己贴的是哪一个呀 顺风顺水 2024年 一切顺利 新年快乐 也祝你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新愿能够实现 好的 也祝主持人姐姐新年快乐 希望我今年本命年能够成绩理想 然后家人都身体健康 祝你新年新的愿望全都实现 好的好的 谢谢姐姐 现在建员们都已经贴完了他们的新年新愿 我也把我的新愿贴到许愿墙上 走完新春之门 大理舰的舰员们开始了舰艇上的节日布置工作 对于大部分的舰员们来说 这是他们在大理舰上过的第一个春节 贴符字 吹气球 挂灯笼 舰艇上多了一抹浓浓的中国红 大家共同迎接新一年的美好生活 饺子 寓意着招财尽宝 吉祥如意 官兵们亲手制作了韭菜鸡蛋 酸菜猪肉 白菜猪肉和韭菜猪肉四种馅料 后面切剂子 擀面皮 大家分工协作 包完的饺子形态各异 每一个饺子都承载着大家对于家乡的独特记忆 有的官兵没有包过饺子 看这视频里的教程 认真研究起来 叶渐渐暗了下来 大力坚为官兵们准备了一场特别的新春晚会 太极拳 吉他弹唱道香 双截棍表演 朗诵 我也是一个西北人 喊麦等丰富多彩的节目轮番登场 晚会的气氛越来越热烈 建员们的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欢迎大力坚 蒋一鸣 蒋副长 蒋一鸣带来了一个隐藏节目 平日里严肃认真的他 第一次为建员们带来了一曲 你是我的眼 两个在大力坚上的大力人 严肃伟和于凡 以及被评为大力双拥五朵金花的旅歌 带来立曲 白足小调 风也可温柔 军港的风啊 此时也真的温柔了起来 在这个特别的夜晚 教导员提前悄悄与官兵们的家属联系 制作了一个来自家人的暖心祝福视频 看到视频中的家人 官兵起初的反应是笑 但是笑着笑着 眼眶就湿润了 全港的夜晚 尽悄悄 还能把春节 轻轻地摇 天晴无水滨 头战着火岛 在这边都是笑着苦 去了 花某开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